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约翰福音18章第五节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儿,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那么这段话呢,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或者是约翰福音的提笔作书之人 或者是说耶稣喜爱的那个门徒的一个写这福音书的目的 那么耶稣喜爱的门徒 其实呢,耶稣喜爱任何一个人,不仅仅是他的门徒,甚至于他的仇敌 耶稣这么告诉大家的 所以这个写书之人,也是比较幽默 耶稣喜爱的门徒 那么耶稣呢,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前面啊,耶稣给大家行了一些神迹 另外还行了许多 那么,这句话啊,确确实实 如此,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的学案要明白什么是神迹 任何一个神啊,病毒细菌 草绿虫草木啊,蚯蚓动物啊,这个禽兽啊,等等 有血性有血气的都是神 那么,所有这些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啊 在这个物质滚滚红尘当中所经历的所有的过程 都是神迹 都是神在滚滚红尘当中留下的这个一记啊 的过程,这些记录啊,统统都是神迹 那么,在这里头,这个神迹呢 其实呢,提笔作书之人啊 也是希望大家能去思考 那么耶稣行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啊 那么 主要的就是指耶稣一生道中的一所作所为啊 那么,至于大家说啊 大家认为那个神迹,他没有指出啊 那是你自己认为 那么 耶稣行的其他许多神迹呢 没有记在这书上 也就是说这个书呢 自己也承认没有 全面的记录 只是记录了一部分 那么就是啊,写也写不下来 那么 那么为什么这本书 这个福音书要解这件事呢 就是要叫啊,所有读者福音书的人 能够相信耶稣 是基督 是圣人 是先知 是明心见性 是神人合一 是天人合一 是通达的人 是成功做成人的人 是懂道理的人 是 与天父 合而为一 啊 的人 并且呢 他 把这个道理呢 也分享了给我们 那么 是神的儿子啊 那么 根据耶稣 关于 神的道德 讲解 那么 耶稣也是神的儿子 我们说过吗 在天为父 在地为子 那么 神的儿子 就是指 我们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 就是神二代 升级版 神的升级版 为什么是神的升级版 最初的神是圣洁的 但是呢 不具备 抵御物质的诱惑的能力 啊 因为他没经历过物质的洗礼 没经过滚滚红尘 那么 神的儿子 在地啊 在到物质世界里头啊 经过了滚滚红尘的管啊 的洗礼 那么 能够不被 被物质诱惑过 迷惑过 啊 甚至于沉溺于物质过 但是呢 最终 啊 由于本性使然 使自己能够重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自己 认物质为本 那是个错误 那么能够悔改 那么 并且呢 呃 毅然决然的 呃 摆脱了物质 不被物质所迷惑 不被物质所诱惑 不被物质所左右 而独立于物质以外 具备了抵御物质的能力 嗯 也就是说 能够自我洁净啊 比最初的啊 元神更高一级 所以就是神的儿子 说不算了就是在滚滚红尘当中 哈哈 走了几步啊 成功的走成了的人 啊 这叫神的儿子 那么 人人啊 嗯 都有 做到和耶稣一样 正像孔子所说 作者 其人也 所有这些 实作俑者 都要最终 做人成功啊 经理人这一步 就像我们 打个比方讲 打游戏 必须最后都过关 啊 最后一关难过 难过也都过啊 没关系 我们有的是时间 那么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那么 信了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读这个福音书 嗯 的人啊 相信耶稣 嘴里所讲出来的话 也就是耶稣 跟大家分享的天道宝的真理 真相和天国的福音 认为那就是真理 那么从中也认识到啊 我们人 皮了一张人皮 必须做人成功啊 都要成圣啊 明白到 都要像耶稣一样 成基督 成神的儿子 那么 也就是明白 为什么皮上人皮 来皮上人皮 干什么 从哪来 到哪去 来干什么 这么一个所谓的哲学中细问题 回答完这个问题 并且呢 去醒出来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嗯 我们到这个广告红尘当中啊 从细菌病毒开始 一直最后到人 当然是在这个星球上 就是要参道 悟道 修道 明道 行道 分享道 成功的做成人 啊 那么 要成功做成人 首先要明白 什么是人 我们 嗯 怎么才能成功做成人 那也要概念很多了 要首先明白 什么是成功 哈哈 什么是人 哎 那么 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为什么来到这儿 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一切一切的都要理顺 最终按照这个天造法则的要求去做 啊 一点把他挖出来 天造法则一点一点印证出来 哎 就相互分享 所以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当然 嘿嘿 现在好多人已经不相信有真理 也不成有真理 哎 真理是啥 嘿嘿 真理当饭吃啊 哈哈 真理当衣服穿 真理是辣的还是 哈哈 香的 哎 这些 种种质疑吧 啊 甚至于 甚至于啊 自如如他的说 人没有能力 而认知真理 人不具备认知真理的能力 哎 所以就乱来 哎 死了死了 也死了 各种各样的 违背真理的外地先说啊 很盛行 那么耶稣来了 就是要大家相信 他跟大家来分享 他嘴里讲出来的话 讲出来天造法则 讲出来真理真相 那么就叫我们认为那是真的 叫我们去接受 其实呢 结不结束 认不认为是真的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良心良知 自己的神性啊 拿出来展现出来去印证啊 活出神性来 所以所谓做到神出鬼没啊 不再被迷惑 而不再做鬼 而是去做神 那么还可以什么呢 因他的名 他的名是什么呢 就是真理啊 耶稣来讲呢 为什么信耶稣 什么信耶稣讲的事啊 信耶稣向我们烧的口信啊 从天国来的口信啊 天造法则啊 那么 因真理的名 有一个真理 我们就接受真理 并且按照真理去做 跟大家去分享真理 得生命 什么叫得生命 再一次得到生命 成为神的儿子 但是呢 这个生命跟原来不一样啊 是提高了境界 提高了层次啊 生命 那么正所谓的复兴复活 得自由啊 得永生 永远不再堕落啊 这指了嘛 不再被古墓 红尘所作用 神的让这个 这件就是物质和非物质 组成的我们属于非物质 就要做成这一点 当然了 这也是 这个世界的发生的 也旷日持久 经历了多数多了 没法计算的时间 走到今天 那么我怕仅仅是一个地球 这个宇宙当中 像我们这样的星球 有的是啊 当然了 我们在这个星球上 就是做人成功 还有更高层次的 那个呢 以后在宇宙人生 真理真相 统一论 里头就跟大家分享 那么当然了 作者在这明确的指出 他写这福音书 甚至以后 还有什么 其他的什么书 给后人留下的 这些信息的目的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在提醒我们 读这经 要小心 自古 从古至今 古今中外 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 祖宗们呢 都在所谓的经典 所谓的这些 文化遗产 信息当中 有意无意的进行了 增加或者三点 这个 所以 祖宗留下的东西 里面有真的 也有不是真的 那么 究竟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不真的 需要我们 拿出自己的神性 拿出我们的本性 也就是我们的 良心良知 也就是我们 真正的 我们的天赋 去印证 人跟人之间 还是那个样的 人没有能力 改变证明 评判 自己以外的 任何人 任何事 人能证明 评判 改变的 只有自己 证明 评判 改变的 自己 除非 另外的人 和事 想改变 就是没有道理 所以呢 好多人说 不用 你要接受 接不接受 不重要 重要呢 是我们 能不能完成 谈到物 到修 到 得 到 明 到 行 到 分享到 发自内心 发自本性的 所有的这一些 所谓的神迹 那么这一些呢 短短的几句话 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呢 其实呢 我们很容易去印证出来 那么有些人的解读呢 各种各样 就这点话呢 尽管很短 究竟应该怎么去解读 怎么去理解 我们都有自己的神迹 都有自己的经历 都有自己的经验 用我们真正的本性 我们自己的真心 去印证 一切都摆在自己面前 我也跟好多朋友讲过 可以说好多了 天道法则 真理真相 认知 就这一个过程 那么 参道 无道 修道 得道 明道 行道 分享道 不难 说起来很简单 所谓的大道之间 但是呢 也不容易 那就看我们能不能谦卑认真的跟自己 真正的自己去对话 那么在接触所有的信息当中 就用自己的内心去印证 你说去证明 谁也给谁证明不了什么东西 哪怕就是死了除了舍利子 死了红化了 死了所谓的肉身又复活了 也证明不了任何事 只要有人想否认 你永远证明不了 但是 还是那句话 万事太不理 万理太过平的二字 总有一个法则 道 在那 主持着这个世间的一切 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去认识到 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 有天人 以色列人的话 要小心了 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印证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啰嗦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